它也会随着时间被吸收 所以它不会造成永久的后遗症 如果说你的颜值是低于一般人的话 你的薪姿与你同年龄层的薪姿 大概会低17%左右 健保养 做靠医美学 大家好 我是浦韵整形外科诊所院长张子倩医师 这里有最实用的整形薪姿 也有最潮流的医美趋势 陪你一起美丽升级 自信满分 子倩医美学 上课咯 随着暑假的即将到来 那也代表着说 接下来就是毕业季跟一波的一个求职潮 最近我的诊间里面很多的一些年轻的求美大军 那他们大部分都是学生 然后有些是高中毕业 然后要进入大学就读 那也有一些是大学毕业后要展开求职的 这个两个族群 其实这些年轻的族群们来诊所找我 无非是为了希望让自己的外表能够美上加美 也希望能够替自己的新生活更加的加分 现在人其实越来越注重外表 其实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个经济学家 他就在他的研究中指出 那以男性而言 如果说你的颜值是低于一般人的话 你的薪资大概会跟与你同年龄层的 你的薪资大概会低17%左右 那如果是女性的话 大概会低12%左右 尤其是在你如果是在从事者人与人之间互动多的行业 比如说服务业啊 或者是一些行销啊 公关啊这类必须要频繁与人接触的行业 这样子的收入差异被颜值的影响 其实是会更加的明显 目前我们在台湾其实医美已经是非常的盛行 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整形啊 或做医美让自己更美这件事情 是非常勇于公开讨论的 那这个其实是受到比如说同侪 或者是现在的社群媒体 实在是太普遍的一个影响 那现在其实只要你满了18岁 你就可以做这些 不管是微诊啊 注射啊 光疗啊 甚至是手术都可以做 如果你是18岁以下 你只有在有医疗需求 比如说烧烫伤啊 疤痕啊 然后伤口的重建 你才能够做整形的这个项目 那其实子谦医师是建议这些年轻的求美者 因为对自己喜欢的样子 还有一点迷惘 可能没有办法很确定的时候 可以先从一些微诊开始 那比如说你觉得高鼻子很好看 那你其实可以打一些玻尿酸 让你看一下说 以你的眉骨的高度 眼睛的大小 还有下巴的长度 你真的适合很高的三根吗 因为像这种比如说玻尿酸 这种它是可逆性的 它也会随着时间被吸收 所以它不会造成永久的后遗症 所以在你想要进行这些 比如说鼻子啊 眼睛啊 下巴的这些部位的 真正的整形手术之前 其实不妨可以借着一些微诊 然后来调整你的外形 那也帮助你了解说 你喜欢的外形是怎么样 或是什么样子的下巴的长度啊 或者是鼻子的挺度 才是最适合你的 接下来子倩医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台湾人在暑假封诊型的 前五名的微诊 或者是手术项目 最多人喜欢做的微诊项目 第一名是肉毒感菌的注射 然后第二名是玻尿酸的注射 第三名是雷射除毛 第四名是体外的溶质 那第五名是雷射光疗的部分 手术的部分的前五名分别是 第一名就是大家最喜欢的 一般称为整形手术的入门款的 双眼皮手术 那第二个就是鼻子 那既然我们鼻子高了 我们就要有相对应的下巴 去做一个比例上的平衡 所以 龙下巴的手术就是第三名 那第四名的话 其实就是抽脂或是体调 那第五个就是熔入 近年来韩风的文化 其实是席卷了台湾 很多的年轻人都受到 韩国的这些 不管是女团啊男团啊 或是歌曲啊戏剧啊美妆的 这些的影响 那连带的也受到 韩国人风整形的影响 而越来越喜欢在 自己的脸上做一些微诊啊 也不再害怕做一些 整形手术 那其实台湾的 整形外科的手术的 医疗水准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只要慎选专业的医师 然后专业的诊所 其实就可以让自己 在求美的路上 多一份安全 但是其实整形不是一味的 去迎合现代主流的审美观 而是应该要符合你的年纪 那符合你的条件去做一个 循序渐进的一个 变美的过程 这才是真正属于 你自己的一个成长的领域 沈保养 最靠医美学 我们下集见喔